這個案子是上個月在懷孔球上的SERPT案子 其實對我們來說就是很感謝之前在台兒這邊的訓練 就是爆化超音波還有大家讀胚胎學的訓練 然後其實到了張基德之後就是因為後段還有個實驗室的部分可以做確切的精診 所以這個Case對我來講我只是很像在小時候讀推理小說一樣 就是看那個症狀然後其實超音波只是我的那個放大鏡 然後藉由後段的這個實驗室診斷找出確切的原因這樣子 那這個Case的話其實它是一個到35週的時候才轉來那個我們醫院的個案 她是個第二胎的媽媽 那本身因為不是高齡產婦 所以她早期只做了一個調試症的篩選 那她一直到了35週的時候去那個普理基督教醫院 李文居醫師他做超音波的時候才發現很多特別的異常 包括寶寶就是IUGR還有羊水比較少 另外的話有一個先天性的心臟病 所以才轉來我們醫院做進一步的study 那因為來的時候已經35週了 所以其實我們本身能做診斷的還有找原因的時間有限 所以來的時候你當然第一步還是就像大家平常都會接到異常轉診個案一樣 要先把全身的anatomy先少一次 所以包括它的那個ambigal artery是那個wave form 還有PI值是正常的 超音波底下的話就是看到有一個oligohydroammy 還有一個小朋友是一個symmetricIUGR 雖然是35週的小朋友 可是它估起來只有大概是32週的大小 那超音波底下呢就是看到了一個就是它的心臟的話 就是有一個那個overriding out 還有一個很大的VSD 那同時它的PA的話呢算Zscore的話呢也是比較小是負2.4 所以它只猜沒有一個那個hyperplasia的rivench code 所以它懷疑是一個POF 那另外的話就是因為羊水少 所以我們通常其實也是會看它的腎臟有沒有發育出來 然後還有看它膀胱有沒有漲 那它的腎臟其實有看到 可是去對那個同一個週數的那個reference的話 它其實也是少於3個百分位 所以呢因為時間有限的部分 那我們當然要做一個確切的診斷 因為小孩子的去留的部分 就是要決定說它本身的癒後好不好 那如果是一個symmetric或者是很嚴重的是整個genetic disease的話 其實它的癒後就比較差 那如果是單純只是結構的問題的話 其實只可以出來再修這樣子 所以呢那時候的話我們就做了一個牙膜穿刺 那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其實有所謂的快速分析法 那待會跟大家介紹 如果在台北的話呢 能用哪些快速分析法爭取時間 就第一個我們是用那個interface的必需 就是螢光熬合的方法 那因為其實大家看到那個conotrunk POF的話 可能大家第一個都會想到就是22QE1.2release這個病 因為大家應該都很常遇到了 那要做的那個傳統 你除了傳統的那個carot typing的話 就是還是要做晶片 可是晶片基本上它的工作失效 一定至少要一個小時 一個禮拜 才會有報告出來 那就是我講 我們其實已經35週了 它是第二胎又有早產的傾向 你如果再等一個禮拜 可能到時候就直接生出來 那所以呢 因為待會跟大家解釋 就是其實在那個22QE1.2的時候 它跟那個心臟發育有問題的一個quity code 叫TDX1 那我們先是因為剛好也有這個 橋上也有這個TDX1的這個探針 所以我們去直接做一個TDX1的螢光染色 這個第二天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第二天出來的話 正常的話其實都應該是一對對的 那它的TDX1是一共有三個訊號 所以懷疑是個deplication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同時有抽血 去做一個實驗室的research的 這個只是為了否實驗啦 因為那個 我們老闆他有 他自己有一個專利的那個 NIPT的一個演算方法 那其實就是在micro-deletion這一部分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其實 它其實平床上 不論大家其實 包括我們這邊還有就是 可能其他廠商 大家其實還是會努力的收集 適合的case 去驗證這個方法到底準不準 所以我們其實那時候是 是否一個research的一個目的 有請媽媽再抽血 然後回來做termination的狀況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在 它其實第五天就已經回來 有termination 小朋友就termination出來了 然後呢 它的晶片結果的話 是第一個 一個禮拜之後才出來 就是發現它是在 11Q23.25跟22Q1.2 都有一個duplication的情況 那這個呢 是出生出來的小朋友 就是有個蒜頭筆 那其實 後來呢 我們其實發現 背後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是在 兩個禮拜之後 因為一般的那個 carotiping 至少兩個禮拜 才有報告出來 我們發現更重要 結果是在兩個禮拜之後 那個胎兒的 染色體檢查 才發現說 其實它是一個 除了平衡 就是這是 第11對染色體 跟第22對染色體 這是正常的 然後呢 但是它的 11Q的尾端的地方 跟22的 那個 那個 Q1.2的地方 對那個 平衡性轉位 轉位完之後 又發現了 就是它的 那個 這是一對 平衡性轉位 然後轉位完之後 因為本身這種染色體 它就是不穩定 所以它會有個 Post-mitotic error 所以它的 這22Q 這個重組的 第22對染色 重組之後 有染色體 又多了一條出來 這樣子 所以 其實看到這個 結果之後 其實那時候 我們還蠻信心 就是還好有做 染色體檢查 因為如果只是 單純的那個 晶片檢查的話 其實那個 平衡性轉 我們其實如果 它是當然是 多一對是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如果是單純 只是父母有 平衡性轉位的話 其實在晶片上 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媽媽會繼續再生下去 才發現說 欸 它怎麼 還是常常會生到 異常的胎 因為有一半的機會 那個染色體會異常 所以因為知道 就是它的那個 困惑蟲的結構 是有部分 涉及到平衡性轉位 我也說沒有回推 去看爸爸媽媽之間的 那個染色體檢查 後來發現 源頭是原來是來自於爸爸 就是爸爸的 第11跟22之間 有個平衡性轉位的問題 那他們第一個小孩子 是沒有做檢查啦 可是它有可能就是 正常的染色體 那或者就是 跟爸爸一樣是 平衡性轉位 但是沒有任何 臨床症狀的個案 那這個第二個 case 就是我們這個 case 那這個 case 後來就是自己又懷孕了 那現在 它12週來的時候 我們就先提早做了一個 肉貓膜取樣 那取樣的結果 就是它的那個 Kerotide 也是一個正常的 S1染色體 那目前這個小孩子 已經懷孕到18週這樣 所以我們就把整個 故事的前後來源 都理清清楚了 那所以 最後的一個診斷 就是它是一個 Double的Micro-duplication 然後從 由於爸爸 它是一個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所造成的 那這個個案的話 我們可以討論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Kernotrunkle Heart Disease 跟那個 Supchromosome 的Anomaly之間的關係 還有就是 所謂的NIPT 它到底 在目前針對於 常見的那個 染色體異常 就是它的應用 到底適不適合應用到 所謂的Micro-deletion 還有Micro-duplication 那其實這一部分 應該跟大家解釋 就比較沒壓力 因為像YYR 或者是大家應該都是 這個之前都被訓練得很好 都知道那個 Embriology 的部分 所以就是那個 我們Outflow 的一個 發育的部分 它一開始的主要的 那個 一個Neuroclature Cell 它會分泌一些荷爾蒙 然後造成 到寶寶的心管的部分 然後去 影響它那個Outflow 那個 Hard Outflow 的發育 這就是我們那個 Kernotrunkles 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Aortic Sec 就是之後會發成 Aortic Sec 就是以後會變成 Aortic Arch的原始部分 那我們在 那個Outflow 的發育的話 其實一開始是 共用的一個Trunkers 然後呢 之後的話 中間開始Septation 的情況之下 會有形成一個 螺旋狀的一個Membrane 然後開始發育過來 然後就是把那個 Kernotrunkles 的地方 它分成之後的AO跟PA 它會是一個螺旋狀的狀況 然後下端的話 就會跟那個 interventical 的Septan 直接 逐漸癒合 然後就會形成 所謂的那個 PA跟AO的部分 然後呢 Aortic Sec 可以開始Partition 就是這之後 就會形成所謂Arch的地方 然後它也會開始 逐漸的那個 跟前面的 我們所謂的Septation 這個部分 逐漸癒合 然後動脈瓣的部分呢 它其實 痕切過來看的話 它其實除了 就是會那個 有一個Septation之外 它還會有一個 Spiral的部分 就是會旋轉 這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動脈瓣的部分 它後面就會 逐漸旋轉 它後面就會形成 所謂的AO 然後PA在前端 那用Segg Tove View來看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 動脈瓣的瓣膜 會形成 那最後的部分 就是它的那個 Septation 會跟intraventricular Septation Muscular的part 逐漸癒合 就會形成最後 是一個左心式出口 右心式出口 然後右心式出口 PA在前端 AO在後方 這樣 所以呢 就是總結 就是 整個 詳細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的 Konotrunk的地方 其實早期是 同樣是由 一個 共同的來源 所組成的 那就剛剛我們講的 那個會 Septation 還有spiral的過程當中 最後形成 PA在前方 然後AO在後方 可是呢 我們所謂的 Konotrunker heart disease 的話呢 就是如果這整個過程當中 出現的那個問題 譬如說就是它的 Spiral有問題的話 就會 同時它的 Septation問題就會 所謂的DORV 那如果它的那個 Septation沒有形成好的話 就會形成 Truncus 然後如果是它的 位置轉錯的話 就會所謂的TGA 那如果說它的PA 沒有長好 Hipoplastia的話 就是所謂的TOF 那其實呢 我們大家就知道 所以 22Q1.2會跟 Konotrunker heart disease 有關係 那其實在裡面來講的話 它的所謂 主要的一個 影響心臟發育的 Critical菌 叫TBX1 大概是1.5MB的一個範圍 那其實在胚胎發育上 呃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去日本 工作坊的時候 一個講著它的 slide 就是它其實是在 老鼠的胚胎發育上 發現說就是 我們剛剛講 Neurocrestle 它會 它的這個交互作用 然後加上一個 TBS1的 那個 突變啊 或是說有那個 缺失啊 或是 duplication的話 它有可能會影響 所謂的那個 Outflow的 Chapter 的一個發育 所以呢 就是 22Q1.2 其實Microdeletion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啦 它的其他的名字 就包括什麼 KH22 D-George 跟 Velocardial fascial syndrome 這些 那其實 在那個 包括為缺失 或為重複的疾病上來講 這些罕見疾病 有時候你監測到 跟 你要臨床諮詢 會有個差距 因為 它其實臨床上的那個 Phenotype 差異性滿大的 像大家之前就有遇過就是 媽媽其實是做晶片檢查 才發現媽媽其實是 22Q1.2 Microdeletion 可是媽媽都很好 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到了 後來是小朋友去做 心臟超音波檢查 發現是TGA 所以才會 才發現到這個問題 可是其實臨床上來講話正常的 包括從 媽媽都沒有任何症 正常沒有任何的症狀 或是到嚴重就是我們知道的 寫心心臟病 或是寶寶有一些 不好養大這些問題 或是他有一些 內分泌免疫的問題 影響到 甲狀腺這些功能 還有鈣質的 心臟代謝問題的情況 這個 從最輕微到最多都有 那但是呢 duplication就會更難 它的那個 發生率就會 它的那個 發生症狀的比例又會更低 因為其實就 那個 遺傳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 產色體少一對的遺傳 比較 比較嚴重 多一個的話 其實它 理論上來講 它其實是多一對 它有時候它的 臨床症狀反而 不但地就具有意義 那其實就 22Q1.2的 duplication來講 其實它的 臨床病異性更大 就是從 正常族群到 那個 類似於 22Q1.2 會發現這些 apenoma的 phenotype都有 那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說 我們在 做現在說的 有些人就會徵求 用NIPT做一個 這個 微缺失的檢查 或者說 有些 沒有特殊病死人 他會要求做 晶片檢查的 情況之下 你後端 如果真的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的遺傳諮詢會很難 因為 很有可能就是 它不會有 缺切的問題 跟正常人一樣 那也有可能 它會有一些之後的 一個 不正常的一個 形態 那特別就是產前的時候 我們所能看到的 就只有結構 那產後大家其實 父母最擔心的 就是會影響 智力啊 影響它的發育啊 這些問題 那這一部分 其實是沒辦法在產權 去做一個定論的 所以其實如果 就比較正常來講 我們會比較保守去看待 所謂的 脈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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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脈 廠商的那個 像我們其實是 他自己有那個 廠商的探針 針對你所想要的 知道一個 比較 目前知道比較 相關的味點 去做一個螢光染色 或者就是 如果在台北的部分啊 就是那個 柯教授他們自己 有個專利 叫做MPLA的部分 他可以 去針對一些 特殊的 常見的 micro-division的味點 他們可以去做一個 檢查 那這兩個的話 其實就是 兩到四個工作天 就可以出來 那另外的話就是 如果一般screening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做那個 晶片檢查 可以看得出來 那如果就是有些 比較罕見的 那個 致病原因 就是他不是因為 染色體少一段 多一段 是因為那個ATG 它Mutation 那個核乾酸突變的情況之下 那一部分就 一定要特殊的PCR的方法 它才可以算得出來 所以呢就是 我們所謂的快速分析的方法 這些就是一個是FISH 這個是兩天就可以出來 用螢光探針去染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MLPA 它的原理是 就是針對特定位點的一個 那個段的基因 它前後的一個X-zone 它去牆上已經做好的那個X-zone 然後也做好在X-zone上做好的一些 特別的marker跟螢光染色 然後去跑PCR 然後去看它那個數量多或少 然後這是我從那個網路上看科P他們的一個MLPA 除了我們平常會看快速染色的那13-18-21-X-Y 染色體的一個快速分析之外 他們有針對一些 在micro-deletion那個level的一個寒間疾病 他們有一些特殊的位點可以做MLPA 包括什麼1P、5P這些這一部分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再來就是討論說 這個接下來有點在講火星 就討論NIPT 它到底除了我們傳統用來篩選13-18-21的 Nucroid之外 它到底適不適合又更進一步的應用 那什麼叫NIPT 就是呢 這裡有一些新人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是抽母體的母血 那母血抽完之後呢 它的血清離心之後 它裡面會有一些寶寶有離的DNA 那其實這個寶寶有離的DNA呢 是來自於它那個胎盤 它的寶寶的胎盤 然後它的細胞apoptosis 細胞凋零完之後 有一些碎碎片段的DNA 留在媽媽的魔血裡面 那因為現在的那個生物科技很進步 DNA定序的那個技術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即便是很小的片段 我們都可以就是把它給定序出來之後 可是就是這樣碎碎碎的 所以我們把它在用那個機器的軟 我們在用那個生物統計的軟體 去把它歸類說 它是第一對染色體 第二對染色體 還是哪一對哪一對染色體這樣子 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講 就是很像那個 大家在新聞上會看到就是 有的人會不小心把鈔票全部給弄碎了 然後弄碎完之後就想說死了 我要找那個銀行行員鑑定 才想說我可以換幾張回來這樣子 雖然那個原理就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我是一對碎掉的紙鈔 然後我請人 我們用機器的方式去把它 一張一張湊起來湊起來 然後看說它到底最後是有幾張的鈔票 然後那幾張鈔票是屬於 那幾張幾張鈔票 然後最後我們的話再去把它 這個幾張的鈔票我們再去分類說 跟整個population來講去做統計 看它是有多一個或是少一個這樣子 那以往的話一開始NIPT開始進展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能用來做13、18、21 那原因是因為每一對染色體的 那個成分不太一樣 GC content不太一樣 可是現在因為有什麼NGS 還有一些新的次世代定序的方法 其實我們現在的理論上 其實每一對染色體都是可以去做 然後去定序說它到底它的數量跟 對數到底是多少 可是那真的影響到那個 這個實驗的一個 診測結果就是這幾個factor 包括就是說寶寶 它真正游離到媽媽體內 DNA的濃度是多少 還有就是你的那個定序的那個方法 還有就是你定序的那個數目 就是如果當然我可以 越小的片段我可以讀到的話 那我當然是可以看到越多的東西 還有就是之後後端的時候 我們用的一個統計的方法 包括最常用就是什麼Z-Score 還有就是NCD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實驗室的那個方法 就是GWNS 其實這篇文章我其實我寫的時候只是為了 就是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從頭到尾可以知道原因 可是我們老闆說他寫這篇文章 因為就是實驗室段來講的話 就是實驗室段來講 其實因為我們用了比較低的成本 NIPT就有監測出這樣的 就有監測出micro duplication的結果 所以他覺得有學術價值 他會要我們寫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因為在目前世界上幾個 比較先進的實驗室來講的話 一般的那個NIPT的定序 就是我們讀的篇大概是6Mbps 然後如果你要做到 看那個微缺失或微重複的話 至少像目前世界上 比較有面積的實驗室 一個是243Mbps 或是至少要100 另外一個是144Mbps 再看到三個Mbps的那個 那個micro-deletion 那我們這個case的話 是用了20Mbps很低的成本 就看到一個3.21Mbps的一個 那個micro duplication的部分 這個知道就好 因為很像火星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他在技術上來講 會比較遇到的一個難度 就是其實micro-deletion會比較好看 因為2變成0.5 他只是倍數 2變成1的話 他只是倍數少了一半 所以統計學上他比較有明顯的意義 可是如果2變成1.5的話 他就統計學上只多了1.5倍 所以他其實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但是我們有把它看出來 那另外其實就是 以我們這個case的價值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 因為一開始的話 我們其實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我們要做快速分析 我們只能做 當一個染色體上 當一個位點 然後去猜想可能的原因 去做一個快速的分析 可是剛好用NIPT 因為他可以 所有的從第一隊到第二 二十三隊 他都可以去全部screen一次 雖然說他的準確性不見得會那麼高 可是剛好又給我們看出來 然後又看到其他隊的一個染色體異常 所以他有時候就是變成 加上他的那個 現在的那個turn around rate都還滿快的 4天就出來 遠比傳統的晶片 或是那個kerotyping速度快很多 所以他可以更早提供我們一個 有臨床有用的資訊這樣子 不過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其實他在 NIPT在臨床上的話 他還是有一些局限值 就包括說 我們上次講過那個 confined percentile mosaic 就是因為他畢竟他99%的細胞 都是來自於寶寶的那個胎盤 不要往過後的細胞 所以如果寶寶的那個 有可能是寶寶的胎盤的染色體是有異常 可是寶寶本身身上的染色體是正常 可是我留到媽媽血液的那個染色體裡面 當然就是異常的機會變多 那或就是媽媽本身來講的話 他自己就是一個mosaic的case 所以他或在血清裡面的話 就是會有不正常的染色體細胞 還有就是說 如果是那個雙胞胎來說的話 有些case他在很早期的時候 他胚胎左床之後呢 他有的會自己會凋亡掉沒有心跳 可是理論上來講 這些自己凋亡掉的寶寶 他們自己其實染色體異常的機會也會比較高 所以如果說早期來 因為其實現在可以做到很敏銳 可是他的準確性沒辦法那麼高 所以如果說你case是早期 就有一個IUFD的case的狀況 其實他到後期是不太建議做NIPT 因為很有可能會有偽陽性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媽媽本身如果 現在發現如果媽媽本身有一些cancel sale 或是有些高血之症 或是一些很低 cancel sale或高血之症 有可能會做到成所謂的偽陽性 然後還就是說如果本身胎兒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染色體異常 他只有30到40 就是一些比較低比例的 mosaic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也有可能在血液裡面你是測不到的 可是臨床上他是有症狀的 所以還是會有這些局限值 所以其實如果臨床上大家覺得 有需要有特殊的異常來講的話 還是要golden standard 還是要做所謂的一個invasive procedure 那到底NIPT的應用是如何 因為美國的台灣其實現在市場很亂 就是其實技術上是可以 可是就你做臨床 應該來講的話其實 那個美國可能會比較商業取向一點 那歐洲的這個是歐洲人類遺傳學會 他所發表的一個policy 就其實歐洲人他們做事比較謹慎一點 不會不是那種商業取向 所以他對於就是NIPT到底是不適合應用到 以外就是我們傳統十三十八二十一則以外的這個部分 他做了一個summer recommendation 就是第一個他們的立場 他們覺得其實NIPT他的設定的目的只是為了 減少我們傳統的一堂二堂 他的缺點就是他的尾陽性率比較高 尾陽性率比較高 所以會增加很多媽媽不必要的那個CBS 或者是養蒙傳刺 所以他的目的來講的話 他是希望能減少這一部分 那所以呢他們的立場 他們覺得其實NIPT是可以取代傳統的這個一堂二堂的部分 可是他能不能取代傳統的NIPT基本上他們是持保守態度 為什麼齁 就是其實雖然他可以取代一堂二堂 但還是只有他的缺點 缺點第一個除了他是很貴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陽性預測率是比較低的 就是40只有一半而已 什麼叫陽性預測率就是 如果說我這個檢查做出來是positive的話 兩個裡面大概只有一個真的是躺視症 但另外一個有可能就是其他的問題 那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可能 這裡可能比較不會遇到 但是診所現在有個被廠商吃下來之後 就是他們Case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疑問 就是我有聽過有開業在問說 為什麼那個我Case做出來陽性之後 就超級超級緊張的 然後就想說會不會是真的就是有問題 實際上其實他的陽性預測率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我們要確切的話 要確定的話還是必須去做 所謂的那個invasive procedure 那另外的話就是所謂的那個 Case chromosome 的部分 他們其實是建議不厭 第一個是源自於就是 大家可能會想到就是有所謂的社會議題 有的人會想要男生的話 他就會因為Case chromosome 就不要這個小孩子 那第二個的話其實就是 其實那個新染色體SY 他在這一對染色體 他本身的不穩定性就非常的高 就是很有可能你胎盤裡面 他的染色體是 性染色體有異常 可能他自己會自我矯正 或是自己又會重新恢復到正常 這樣子 或者就包括其實你在 有在路上都會遇到有的女生 身上一共有三種的那個 三種到四種的性染色體 就什麼他就有45X 又有46XX 又有47XX 都有 但是他活得好好的都沒問題 但是他只是頂多就是 將來要生小孩的時候會有問題而已 但是通常這種性染色體異常 他不會影響肢力也不會影響什麼問題 但是他就是有可能會那個 但是就有可能因為他本身的不穩定性非常高 那你如果為了要做一個提高這樣的性染色 就很可能去挫殺很多生命 再來就是所謂的 micro-delimation 跟micro-duplication的應用 其實他的缺點就是一個 他的偽陽性率有3%比較高 那既然偽陽性率高的話 那就會 就 就會 跟我們當初希望那個 NIPT可以減少invasive procedure 這個利益 有點背道而馳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的 partic predictor rate 是比較低的 原因是因為本身這個 micro-delimation 跟micro-duplication 這一類的疾病都是所謂的罕見疾病 發生率至少都是10萬以上 10萬分之以上 那你當你發生率很低的case來講的話 你要 就統計學商來講 他那個partic predictor rate PPF PPV就是不可能提高 就是頂多就是90%而已 所以 如果你沒做到的話 你當然廠商可以跟他講說 我就是 你就是那10%不準的case 對 所以會有 臨床上他會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他的臨床上 你就算真的做到 你要諮詢會很難 因為他的那個 Phenotype variation 非常的大 然後其他的話 其實在其他國家的話 他們有些可以用來做 所謂的鼻幹篩選啊 或是那個 RG 陽性陰性的篩選這些問題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統計學商來講 跟大家講 那個 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其實NIPT好處就是 在13-18 他的sensitivity 跟specificity 比較高 就是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真的生病的case來講的話 我檢驗出來 也是這個A 真的陽性的case 他的比例可以到百分之 就傳說明來講 可以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然後specificity也高 可是他的缺點 就是他的那個 陽性預測值 是比較低的 意思就是說 我的檢查做出來時候 那個 因為本身他的這個 耗發 他的 他覺得陽性預測值 大概就是只有一半 那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那個 罕見疾病的部分 因為罕見疾病就是 我們在整個 population 來講的話 他真正生病的人 就是比較非常的少 至少 這個是一 這個是十萬 所以這整個算出來講的話 他的陽性預測率 就是比較低 那這也是為什麼 他的不建議在第一 保守來講 不建議在第一線 用來做篩選性的檢查 所以最後他的一個 那個 我說那個 學會他們的結論 就是說 NIPT的部分 他其實是 他只能取代傳統的一堂 二堂 那如果你真的發現 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你的那個 Invasive procedure 還是一定要做第一線的 那個診斷性的標準 那第一個其實就是 我們以現在的技術來說的話 除了一開始的 十三八二十一 我們可以測到之外 另外的話 其實我們其實都有機會 去測到其他隊的 染色體異常 雖然我知道 有些 應該某些那個 某些 某些 某些廠商都已經開始 訴求說他每一堆 染色體都可以看 可是其實背後 你還是要有一個 相對的因應措施 就是我OK 我看到其他隊 染色體異常的時候 我還 我的媽媽的部分 我下一步我要怎麼幫她 安排 適當的那個選擇跟檢查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所謂的 性染色體的部分 其實還有 測所謂的 micro deletion 部分其實是不建議去做 那個篩選的 那還有就是說 其實 雖然這麼講 但是也不是每個人就說 那就是不要做NIPT 因為其實我們在臨床上 那個產前遺傳的部分 它還是有一門 蠻大的藝術 就是說 我們雖然有這麼多 阿里阿渣的方法 可是還是要必須 針對病人的一個 身體的狀況 還有它的一個 特別的那個狀況 去評估 推薦它比較適合的方式 那其實像NIPT的部分 目前我們臨床 我們比較常運用的 就是 在一些像是 四十幾歲 那種高齡產婦阿 然後 又是四拐嬰兒 好不容易懷孕 然後通常這種 年紀很大的 大家應該也遇過 就是年紀很大 四拐嬰兒 然後好死不死 肚子裡面可以多 好幾顆肌瘤的那一種 這種case來講的話 你要一遮下去 那個流產率很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通常這種case 我們就會建議 它做所謂的NIPT 雖然它 它不是說 學理上來講 它不是可以完全取代 傳統的Aminosynthesis 可是 它 就這樣的case來講 它是適合 比較適合的一個選擇 最後的take home message 所以如果是大家看到 那個空洞窗號 適合這一段的問題的話 就是一定是要做array 那個傳統carot typing 看不出來 那另外的話就是 如果有需要做到快速分析的話 大家可以做所謂的FISH 跟MLPA 去看所謂TBS1 這個GIN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它其實NIPT的話 它是它還是保守來講 它是建議只能用來看 像常見那個提染色體的NIPT 但是如果 它只能取代傳統一堂二堂 但是如果說你用來看 Microdeletion 或Microdepication 的話其實是不建議的 那但是如果 就臨床上來講的話 有時候它在應用上來說 它還是一門可以用來選擇的一個Authentity 如果這樣說就好了 енить只是大問題 當然 沒錯 暫停 那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